妻子要谋杀亲夫 这事全村人都知道 然而丈夫活得好好的 妻子却离奇失踪了 众人在三百亩荒山找了三天都找不到 然而丈夫随手一刨 就找到了被种在土里的妻子 当所有证据全都指向丈夫的时候 事情却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当真相揭晓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惊掉了双下巴 这是一件高能反转进报意想不到的案件 建议有时间的要看到最后 没时间的点在收藏起来 有时间再看到最后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时间 时间2010年1月22日 地点浙江省临海市 一条诡异的传言在老百姓口里传开 称一位黄姓老板的妻子 伙同他人准备杀害自己的亲生丈夫 很快传言也顺利传到了警方耳朵里 我们也听到这种传言 那么作为我们警方侦察破案的教育为 一个人家传言也是做线索的 我们当时我们国安机关也比较重视 临海警方第一时间赶到传言流出地 正在支毛衣的民间情报局局长张女士告诉民警 村里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知道 黄老板的妻子找了个保镖要杀害黄老板 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 传言果真是人尽皆知 那当时任黄老板怎么看 民警很快找到了活蹦乱跳的黄老板 很显然黄老板活得好好的 然而诡异的是 传言中要取得性命的黄老板夫人 却离弃失踪两天 起初黄老板认为跟妻子闹败 赌气出走很正常的 反正也不是头一回赌气 然而一连两天 妻子都是阴险全无 找遍了所有地方 问遍了所有人都找不着人 他究竟何举何从 晚上黄老板约上自己最好的朋友黄立军一起寻找 然而都是落了个宫 这个黄立军有必要说一下 他和黄老板打小就相识 现在又在一起干活 关系非常铁 大家不禁猜测 难不成妻子谋杀亲夫的想法被黄老板识破后 妻子选择了逃跑 当民警问到黄老板关于这条传言的问题是 黄老板坚决否认 他认为妻子绝对不可能要杀自己 眼下也只能是先找到黄老板的妻子才能揭晓真相 就在第二天110指挥中心突然接到报案 撑在一座山上发现了一具尸体 而报案的不是别人 正是满世界寻找妻子的黄老板 民警赶到报案现场 只见一只人手暴露在外 身体其余部位全部被泥土掩埋 黄老板要求民警赶紧挖出尸体 也为他坚信 这正是他苦寻三日的妻子 黄老板的妻子终于是找到了 然而摆在警方面前的谜团却没有解态 传得沸沸扬扬的谋杀亲夫怎么自己却被人杀害 埋于阴冷的黄土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还有一点很奇怪 这个黄老板找到妻子尸体后出奇的冷静 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 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一样 法医刊宴后得出结论 死者是被顿气猛击头部致死 且死者生前毫无反抗迹象 另外死亡时间就是三天前 也就是说失踪之日就是死亡之日 那这个黄老板怎么会想到 跑到这鸟到处拉屎的荒山里找妻子的 黄老板也是觉了三百多亩荒山 那么多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他一出马就找到一个坑 随便一挖就挖出了一只手 看见手就说是妻子 你这真是黄袍卖瓜 岂了个怕 臭宝们 黄老板的话你们信吗 民警勘察现场后判断 这个人际罕至的荒山野岭 车辆都进不来 一定是最熟悉的人 才能将他骗至此地 然后实施杀害 那这个最熟悉的人设 非黄老板莫属了 而且黄老板与妻子关系一直不合 这是村里所有人都知晓的事实 那么我们当时也觉得 他丈夫这么短时间之内 这么偏僻的一个生在里面 找到蛮事的地方 我们也觉得很肯定 但是有一点 袁宗也没想明白 如果真是黄老板所为 那他为什么像傻子一样去报案呢 经警方调查 案发时间段 黄老板确实是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 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那有没有可能是雇凶杀妻呢 如果各种事实 调查提过的 那凶手究竟是谁呢 警方通过银行监控 发现了黄七的踪迹 视频监控里面看得出来 但是我们通过后来呢 这个银行查询之后呢 当天他取了50万 巨额现金 从1月18号的银行监控 可以看到 黄七在柜台取了一大袋 现金足有50万元 紧张的黄七 此时显得异常紧张 他不停的向后张望 不一会儿 他就来到大堂一脚坐下 并不时的向窗外望去 像是在等什么人 一个小时以后 一名黑男子快步走来 拎着包就往外走 随后二人一起离开银行 看起来 只要知晓了这名黑男的身份 就能挖出案件背后的真相 我们在农业银行外围的视频里面看到 实际上是上了一辆黑色的 骑压力车 民警立马开始 以车找人 最终结果让所有人打尸一惊 那么这辆车呢 事后查了以后呢 这个黄丽君可不是普通人 他活了36年 一半时间都在监狱中度过 进进处处两次 一次是爆炸罪 一次是抢劫杀人罪 放出来以后 就跟着情同手足的好友黄老板干功 一月二十号 黄妻失踪以后 黄老板叫黄丽君一起寻找妻子 黄丽君都非常卖面 满山遍野的寻找 不叫苦不叫累 为此黄老板还很感激黄丽君的表现 当民警告知黄老板 黄丽君有着重大作案嫌疑事 黄老板非常诧异 怎么不想得到 可能会是这么好 你别说五十万 你这五百万五千万 你给他肯定也放心了 跟我想不出的事情 也正是黄老板发现妻子尸体的同时 黄丽君的电话就已经关机 人也消失不见 黄丽君选择这个时候开溜 不就是赖哥宝身上搁的 明白着吗 他跑他追 他屎尿横飞 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十点 警方在高速路口将黄丽君火捉 当搜查越野车时 不禁让人倒吸一口两起 这会儿居然有猎枪和仿六四手枪 挤子弹三十发 那么我们抓住黄丽君之后 从他行李上发现了 这么多枪的时候 包括五十 没有包括铁肠大部分 包括我们的地方 这么多枪 这么多 在黄丽君的包里 林警还找到了五十万元代谢的指令 不管人家怎么评价 我多介绍 能一能 没个人可以当水 有的人说中 有的人说是 你能读得哪一当水 我也不够为人 我都带着 但林警的把事实 给我们说 所以不可能 据调查 出狱后的黄丽君 在好兄弟黄老板的帮助下 做起了甜土工程 没想到这货居然亏了一大笔钱 于是他便打起了好兄弟的主意 1月18号 他以高额利息为由 骗黄妻借给他五十万 1月20日中午 还不上钱的黄丽君 将好兄弟的老婆骗至深山 残忍地垂死了他 并用黄土掩埋 最后黄丽君的结局 不用讲 大家也能猜到了 像黄丽君这种不忠不义 只认钱财的人 社会上肯定有 你们遇到过吗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元宝们